在炎炎夏日游历江南水乡 发现了一些深藏千年的移民历史 作者在浙江省离水松阳县停留之际 经过一些古村落 初看并无他样 但是当作者看到村落的历史介绍时 心头一震 村落里的居民竟然来自陕西省西安 相隔千里之遥却又如此渊源 我们也以此为出发点 来探寻一下我们来自哪里 又经历了怎样的移民史 如视频所示的省份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西省的南部 安徽省的南部 对传统中国文化保存的相当完整 有一些世俗完整地记录了 几十甚至上百代的家谱记录 你或许在长辈的口中 听说过视频中所示的地方 祖先来自山西红铜大槐树 江西瓦蟹坝 南岭朱鸡巷等 那我们为何会口口相传祖先来自这些地方呢 接下来我们来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来到山西红铜大槐树 它可谓是这些移民地点里最为出名的一个 民间流传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红铜大槐树 在明代的时候 这里进行了十多次强制性移民 涉及全国一百多个县市 但是鸿铜大槐树 只是移民的集合地 先祖究竟从何而来 已经无从考究 大槐树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寄托 在苏州古城的昌门 因锦林京航大运河 曾经也是南北移民的中转站 如今江苏中部北部 很多人的先民便是从这里迁徙而来 山东的早林庄 以及河北的小行州 在民间也有流传 但有关的记载十分稀少 其他的几个地点 在历朝历代的南下移民潮中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南下移民潮 分别在西晋 唐朝和南宋 关中长安以及中原地区 每逢乱世便举家南迁 途经光州 孝改乡 抵达颇阳湖畔的瓦歇坝 随后又去往江浙 敏越 两广地区 我们换做地形图来看 你便一目了然 南下的居民沿着平原以及河谷 抵达南方的深山密林之中 躲避战乱 也有一部分居民选择在这些节点 留下来定居生活 正是因为历朝历代不同时期的移民 才造就了我和南方种类众多的方言 以及差异巨大的民风民俗 我们再来看作者所经过的古村落 从陕西西安到浙江里水的松阳 途经河南 湖北 江西 全征大约1600公里 从西北内陆到东南丘陵 而当时的移民是达官贵人书香门地优先 这也是江南地区多出才俊的原因之一 我们把地图放大了来看 以松阳县为例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周山脉环绕 山市高耸 而这里恰好是一个小型盆地 可谓是天然的避风港 作者所经过的古村落 便位于县城东侧的山间沟壑之中 每一个村落几乎都是 不同时期不同士族的聚集地 首先我们来到杨家唐村 也就是开头所讲的 先民来自西安的士族 他是明初文臣之首 宋连之孙宋可三所见 该村至今90%以上的村民姓宋 距今已有将近400年的历史 这里地屋三里平成阶梯状分布 大量保存完整的古建筑 留存着纯正的汉文化色彩 接下来我们来到松庄村 它是距离县城最远的村落 也是旅行者最少 生态环境最为原始的村落 这里距今多少年已经不可考证 但是600年前夜市家族来到这里 它才开始有了文字记载 这里小桥流水 烟雨朦胧 除了深厚的历史之外 也美得像一幅水墨画卷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西坑村 它处立在悬崖峭壁之上 颇有雨是隔绝之感 在这里生活着丁氏 以及夜氏 两大姓氏 追根溯源来说 它们来自南阳郡 也就是中原地区 接下来我们来到平田村 它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在这里留存有江氏祠堂 在北宋时期江氏先祖 由如今福建省建宁迁于此地 这里云正勿扰 古树环抱 如今也是一个规模相当的村落 现在我们已经不用担心 像古代一样流离失所 而这些藏在山间的古村落 也见证了千年历史 伴随着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 这些古村落也将进一步被保护 也将成为我们休闲旅游 探索历史的绝佳去处 这里是浙江省离水市松阳 一个被誉为最后江南秘境的地方 就会给我们提供 放松阳 一步 消灰 放松阳 下 就能担心 上 帮 man